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童心出道的小演员 张雪莹在2013年出演了《余政版神雕侠律》里的小锅箱后被人熟知 自此张雪莹就走上了稳打稳扎的路线 一边在中戏全新学习 一边在外拍剧磨练演技 特别是在她参加了大热综艺演员的诞生以后 大家对她的演技都有了新的认识 在刚结束的新泡沫之下里 张雪莹清淡而冷艳的少女脸辨识度满分 颇受好评 雪莹小姐姐演技长相都过关 只是资源比较一般 讨论度不太高 缺少一部大爆剧 好在年纪还小 一切皆有可能 宋祖儿演技三星半 颜值四星半 宋祖儿被称为小张伯之 娇俏中带着阴气属于一眼惊艳的长相 她凭借宝莲灯前传里的哪吒一绝被观众熟知 小小年纪便将哪吒演绎的活灵活现 灵气十足 宋祖儿现阶段的作品不多 之前在我们的少年时代里有客串出演 演技不算特别打眼 但是也中规中矩完成度很好 前不久为了不亚戏 推掉了大热IP全球高手 前行拍摄九州飘秒路的职业精神很值得表扬 虽然时刻十几年才重新接触戏剧 但是毕竟美貌傍身 只要祖儿肯努力钻研 未来可期 张子峰演技四星半 颜值三星半 17岁的子峰妹妹伊林却已经有九年之九 8岁的时候她就凭借唐山大地震里的出色表演 成为百花奖历史上年龄最小的获奖者 九五后演技之心可谓实至名归 清约华以后 通过唐人接探一战成名 最后那抹诡异微笑 看贵无数人 由于年龄小 子峰妹妹的角色很多是女儿艺 和黄岭演出的小别离让她国民度飙升 是大众看好的演技派 子峰妹妹长相偏可爱 但可塑性极强 又有演技加持 综合实力很强 目前女王只希望能有靠谱的造型师 来拯救她的秘之红坦look 沈月 演技四星 颜值四星半 沈月凭借大热剧《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爆红 接着就出演了新《流星花园》这种神奇IP 紧跟着又调量七月与安生 这部诸遇在前自带争议的剧集 可以说是九五后小花里讨论度相当高的一位 她的脸轻轻可爱 楚楚可怜里又带着一点倔强 虽然个子不高 但是自带一种林家女孩纯真的灵气和初恋的味道 从她目前接眼的角色来看 总体青春气息不变 但气质却并不重复 看得出她在演技上有上镜打磨的进取心 颜值 演技 讨论度综合起来都非常不错 沈月的上升势头十分猛烈 可以说是非常期待她在《流星花园》中的表现了 所以九五后小花们你最看好谁呢 留言一起讨论吧 八九王 下期见啦 到底怎样的小花蛋才能脱颖而出呢 答案就在小花蛋奋斗时一夜成名 快去芒果TV首页追小说一探究竟吧